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主播刘春 今晚要和你分享的文字 来自于作者白小姐 男女交往 除了发生关系 能做到这三件事的男人 才是真爱你 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除了发生关系 最重要的是 看他能否做到这三件事情 第一是 生病的时候会照顾你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都可以感觉到 特别是生病的时候 更能看出 他对你耐心和真心 到底有多少 爱你的男人 会把你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当你生病的时候 他会主动放下手边的事情 第一时间带你去医院 帮你处理好一切 看到你虚弱的样子 他会发自内心地心疼你 会包揽下所有的家务活 给你煮粥做饭 好好调养你的身体 哪怕是不好的病症 他也会想方设法 去帮助你治疗 而不爱你的男人 当你生病的时候 刚开始会嘘寒问暖 假装关心几句 当真正需要钱治疗的时候 便会暴露自私的本性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接电话 不回微信 总之像人间蒸发一样 旷日持久不容易 生病住院 见真心 有句老话也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是夫妻 不爱你的男人 根本指望不上 未来他会来好好照顾你 第二件事是 发工资的时候会交给你 都说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就看他舍不舍得花钱 其实这句话不完全正确 真正爱你的男人 不仅要舍得给你花钱 还要舍得把财政大权交到你手里 男人只有把你当老婆 才会打心眼里认可你 每个月会把自己的工资 上交给你保管 带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会体谅你的辛苦 会努力赚钱分担家里的花销 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每天都有动力去奋斗打拼 不爱你的男人 就像铁公鸡一样 一毛不拔 对家里的生活支出 不闻不问 只舍得给自己花钱 在一起那么久 几乎很少能花到他的钱 更不用说 让他把工资上交 给你去保管 钱是检验感情最好的标准 自私自利 只对自己好的男人 要躲得远远的 第三件事是 吵架的时候会让着你 朋友圈看到一句话 感觉说得很有道理 一个男人爱你的程度 不是看他浪漫的时候 对你有多好 而是看他吵架的时候 能让你多少 吵架半嘴 是爱情中的男女 都无法避免的事情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 难免会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 意见不合 真正爱你的男人 即使生气吵架的时候 也不舍得大声呵斥你 他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好好和你谈一谈 遇到问题 也会主动和你道歉认错 不会让你患得患失 伤心难过 不爱你的男人 每次吵架后 不管谁对谁错 总是把所有的怒气 都发泄到你的身上 甚至有时候 还会失去理智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开始动手打人 亦或者直接摔门而出 采用冷暴力 解决所有的问题 连最起码的解释都没有 吵架是爱情的试金石 可以看出一个男人 人品的好坏 吵架动手的暴力男 一定要早点远离 张嘉义说过 女人应该找一个像父亲一样 呵护你的男人 而不是找一个还要你去迁就的儿子 真正爱你的男人 生怕给你的不够多 而不爱你的男人 生怕你要求的太多 生活中要好好观察 用心辨别 余生不长 一定要找一个 愿意宠你 让你 呵护你的男人 在一起 好了 感谢你收听到了最后 今天的文字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看